中关村论坛 而这次革命的标志就是人工智能 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大模型 大模型成功地压缩了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 让我们看到了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路径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 这是一个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新的时代 大模型改变了人工智能 也即将改变世界 为什么说大模型改变人工智能呢 因为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导致了智能涌现 什么叫智能涌现 过去的人工智能是 我想让机器学什么技能 我就教它什么技能 教过了有可能会 没有教过的就不会 大模型出现智能涌现之后呢 以前没有教过的技能 它也有可能会 与此同时啊 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从辨别式走向生成式 什么是辨别式 典型的应用式搜索引擎 你输入一个关键字 它去辨别网上有哪些内容跟它是相关的 什么叫生成式 用AI进行文学创作 写报告 绘制海报等等 这些都是生成式 生成式的AI 会让工作效率大幅度的提升 有研究机构认为 未来的十年呢 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 可以有四倍的提升 那么大模型 怎么重新定义人工智能 第一啊 大模型呢 会重新定义人机交互 过去几十年 人机交互呢 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 早期的时候呢 人机交互主要形式是命令行 我在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界面 我输入一个命令 它给我想要的反应 我当时觉得呢 效率很高 但是其实这样的交互呢 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 更简单的人机交互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图形用户界面 贵 我们可以用鼠标 一层一层的点击菜单 这样的方式呢 比命令行要友好 大家起码能看懂了 但是呢 它仍然不是最自然的交互方式 因为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住 四级菜单之后 还有哪些功能 人工智能的诞生呢 让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 来跟电脑进行交互 比如说我想查一下 四月份就上个月 我们公司呢 有哪些产品 它的毛利率超过了疫情前 也就是2019年的水平 这个事呢 过去很可能需要我的助理 去花半天一天的时间 才能得到结果 那么今天呢 当计算机能够懂自然语言的时候 一秒钟之内 就可以给你列一个表格 得到结果 自然语言人机交互 会带来所谓的提示词革命 也就是说未来的应用呢 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提示词 来调动AI的原生应用来实现的 那么这意味着 未来你的薪酬水平 将取决于你的提示词写得好不好 而不是你的代码写得好不好 我做过一个预测 十年以后呢 全世界有50%的工作量 会是提示词工程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 但是现在比或者说未来 比以前要更加的重要 我们的教育要教孩子提出问题 而不仅仅是教他们解决问题 第二呢 大模型会重新定义营销和客服 谁拥有最佳的跟客户沟通的方式 谁就会拥有这个客户 这个道理在大模型出现之前 其实也成立 但是有了大模型 即使啊 你有70亿个客户 每一个客户也都可以有一个 7乘24小时 什么都懂得助理 去服务它 第三呢 大模型会催生 AI的原生应用 AI时代的原生应用 到底长啥样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比如Do Not Pay 这是一个用AI帮人打官司 写法律文书的应用 AI呢 帮你把不该付的钱 可以要回来 比如Jasper 这是一个通过AI 帮助人们或者企业 写营销广告文案的应用 再比如Speak 这是一个韩国的 用来学习外语的应用 那么大模型呢 可以成为一对一的教师 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 百度呢 也在AI的原生应用方面 不断地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们希望用AI的原生思维 来重构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服务和我们的工作流程 比如我们的如流智能工作平台 可以让每一位员工 都有一个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 实时响应的工作助理 通过对话理解的能力呢 可以实现聊天记录的智能的总结 我看到内网上有同事评价说 整个惊呆了 这个当时确实嗅到我了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些功能 一届有一种说法 说大模型时代来了 每一个产品都值得重做一遍 但是 有谁真正的重新做了一遍 百度就要做那第一个 把全部产品重做一遍的公司 不是整合 也不是接入 是重做和重构 3月16号文新一言发布 百度成为全球科技大厂当中 第一个发布GPT大模型产品的公司 能够这么快的发布 是因为长期的积累和投入 早在2019年 我们就发布了文新大模型1.0 此后不断迭代到2.0 3.0 很快我们会正式推出 文新大模型的3.5的版本 目前市场需求非常旺盛 中国人对创新的热情 前所未有 文新一言也在迅速的进步 比如说QPS 就是每秒查询推理的响应速度 从发布到现在已经提升了10倍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推理成本 实际上已经降到了 两个月之前的十分之一 未来所有的应用 都将基于大模型来开发 每一个行业都应该 有属于自己的大模型 大模型会深度地融合到 实体经济当中去 云计算的游戏规则 也会被彻底地改变 客户选择云厂商 会看你的模型好不好 配合模型的框架好不好 而不是看传统的算力怎么样 存储多少钱 大模型改变人工智能的背后 是IT技术战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无论是在PC时代还是移动时代 IT技术战都是分为三层 就是芯片层 操作系统层和应用层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IT技术战分为了四层 底层仍然是芯片层 但是这个芯片从CPU变成了GPU 百度在芯片层的布局呢 是昆仑芯 我们已经部署了几万片 昆仑芯的第三代 会在明年的年初量产 芯片层上面叫做框架层 就是深度学习的框架 百度的飞奖 Meta的Pytonch Google的TensorFlow 这都属于框架 百度的飞奖呢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第一的 框架上面呢是模型层 我们熟悉的ChatGPT 文心语言 这些都属于模型层 百度在模型层的布局 除了文心语言 其实还有很多行业的大模型 比如说交通大模型 能源大模型等等 最上面呢才是应用层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AI的这些个原生应用 百度在这四层呢 都有全站自研的产品 层层领先 就可以实现端到端的优化 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效率 最后我想讲一下 百度为什么能做到 第一是在技术上 长期的投入和积累 第二是拥有独特的优势 我们的四层架构 在实际应用当中 的确是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效率 比如我们通过 智能调整红绿灯的时间 可以让城市的交通效率 提升15%到30% 大家可能记得 五一之前 长假之前 最后一个工作日 北京大堵车 从二环到六环 全部都变红了 唯一一点绿的地方 是在驿庄 那是因为驿庄 三百个路口 全部都部署了 智能的AI信控系统 三是自主可控 门新一言到了 门新一言呢 做到了数据可控 框架可控 模型可控 能够体现在国际竞争当中的 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他也可以赋能千行百业 助力中国经济 下一个黄金30年 今天全球都关注 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 与此同时呢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大家担心机器会不会取代人 我认为呢 把机器变成人 不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机器有很多方面会比人强 但是机器变不成人 也没有必要变成人 机器会越来越聪明 能够干的事越来越多 效率越来越高 我们需要和机器共生 而不是二元对立 那么如何防止失控 人工智能技术 飞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确实有可能出现 对人类不利的发展方向 防止失控 就需要呢 拥有先进AI技术的国家 通力合作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个高度来制定规则 要参与规则的制定 就要先上牌桌 上了牌桌 才能有话语权 才能有全球竞赛的入场券 好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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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